好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这一次的纪录片 那希望刚刚我跟甘真龙老师合作翻译的字幕呢 能帮助各位在观赏的时候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也希望等一下各位能够踊跃的 和导演Jason踊跃的互动 在这里也感谢陈大图书馆给我一点时间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对于 我自己对于实践开放科学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想也用这个机会呢 来给台湾的学术界做一点理解 跟实践开放科学的一些建议 那我想先从我所 就我是一个心理科学的研究者的观点 来说来来谈谈所谓的开放科学是什么 那如果简单的说呢 我我认为一个开放科学 其实就是任何人能够对于正式发表的科学研究结论 是经由资讯受众或者是传播者 在线研究程序或重置分析过程得到认可 那在场只要是跟我一样 都是心理科学的相关领域的研究者 想必会非常的理解 那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观点呢 我想从两个例子来说明 那这个是在录制这一段影片的前一天呢 我在脸书上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 现在蛮著名的知识型网红的粉丝团上面的文章 那相信在场有很多同学呢 是有订阅这个粉丝团 不过我如果是在现场做这个分享 我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 问问各位看到这个文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那虽然我没办法真的做这样的调查 但是我相信可能在场有八九成的观众 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按赞或者是分享 那很少大概很少会有人会想要去找出研究出处 跟理解研究方法 那其实这篇文章他所谈的这个研究呢 他的原始文章有公开的资料 其实大家都可以自行去取得 虽然有开放 但是却没有人想要去找到他的资源 他的资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其实也是我自己认为要主动在台湾推动开放科学 现在最刻不容缓的原因 而多数人认可科学知识品质的方式呢 除了影响科学传播的品质之外呢 也影响有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或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何被认可或评价的方式 那也就是现在台湾各大学跟研究机构 我经常用那个比较数值用量化的 就是在左边这个传统的方式呢 来去做评价 但是如果要更有品质的去做评价呢 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盼望 期望用右边这种开放的方式去进行评价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从这个推广 纪录片以及邀请导演Jason来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再来就由我所我在自己所认识 而且也在实践的一个开放科学操作 来谈谈开放取用对于实践开放科学的重要性 那这个七个步骤呢 是德国的一个开放科学社群 他们所设计的一个方式 可以如果要看那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可以从标题的这个连结去点击 去知道更多的讯息 那这里我也不会在这边详细的说明 每个步骤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只有简单的就说这前面的第一到第五步骤 都是每一个有动机能够主动去实践开放科学的 研究团队或是实验室都在个人或者是团队要去付诸实现的 那第六步的一个最终第六步则需要配合一个学术社群 可以运用的基础建设 那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心得的重点 对于一个实践开放科学的研究 操作的研究者呢 完成了一个研究计划要进行投稿 投稿的时候呢 都会把自己要投稿的手稿于预印本的平台来公开 不过那我自己这几年的在台湾的心得呢 我自己认为现在台湾是非常缺乏这个预印本平台的使用的观念 以及缺乏对于建制预印本平台重要性的一些认识 那怎么说我想用下面的几个案例来谈谈 那首先看看国内 那我刚好就在准备这次心得的时候 就是知道了在成功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谈到有关于Google跟史丹佛大学 在这两年他们一起合作开发的一个自然语言的理解的演算法 那Google运用这个演算法呢 让他们开发的各种的应用产品能够运用 透过AI或是机器学习的方式 能够有很高的正确率来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 不过呢 就在7月的时候 今年7月的时候呢 成功大学资工系系主任高宏宇教授 跟他的博士生在今年7月底的国际计算语言学会的投稿中呢 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 算是给这个目前这个算是如火如荼的研 大家都觉得很乐观的一个研究呢 发出了一个警讯 等于是对这个研究社群可能是会冲过头的一个这个态势呢 做了一个墙 做了一个 踩刹车的作用 那他们这个研究呢 是在开会前的半个月 月前在Archive 大家知道这是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 预印本公开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线 那在一个礼拜之后就由国外的这个网路媒体来做报导 那这个报导后来也在国际间研究这个自然语言理解的社群 有引起广泛的讨论 那我自己也是从后来从中国大陆的公众号上面 知道这个消息 那这个例子也是让我们知道说 学者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透过公开运印本能够取得立即的一个影响力 在对岸呢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建置了相当规模的运印本平台 在2016年中国科学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呢 他们就已经有建置了一个预印论文预印本发布平台 然后让全中国大陆各领域的学者 可以把自己要发表的最新的著作发表到这个平台来公开 然后这个平台也有跟很多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期刊有合作 那期刊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平台来做所谓的公开的同裁审查 那除了这个所有领域都收的这个平台之外 那中科院也有跟一些特定的学会 这些比较特定领域的学者 可以直接发表到他们自己所归属的这个平台上 至于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已经有建置了相当规模的预印本平台 我觉得可以从到目前为止 两岸的学界关于自我典藏跟公开放举用的一些中文研究 那这上面这两张图就是我在制作这次的影片时 我从我运用Self Archive跟Self Archive 从华裔的中文论文文献库所搜寻到的结果 那虽然数目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量呢 比中国大陆差一大几 而且可以从年代可以看到 台湾这里最新的研究是在2011年 而中国大陆最新研究到2018年去年都还有出现 那如果说用中国大陆那边的中文论文文献库会找到更多 那从这里也可以发现这两岸对于学术界 学者对于自我典藏的这个观念上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最后呢就从国际上来看公开预印本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OSF Preprint想必很多国内的先进都知道 这是可以用来去查询 如果有一些国外的学者 他的论文呢被付费机制所挡住的话呢 那他如果有公开预印本的话呢 可以从这里去找到 不过在国内目前很多学者主要只有知道说 可以从这里去找无法取得论文的预印本 但是不知道自己也可以把自己要发表的文章呢 把它给公开在这个预印本平台 而这个预印本平台也是促成中国大陆中科院要推出 他们的公开预印本的一个压力的来源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公开预印本平台不一样 是OSF Preprint它是采用open source的方式 并且公开授权 给任何帮助特定领域的学者建立预印本平台 或者是为某一个国家地区的学术社群 建立预印本平台的人士呢 可以协助各种软硬体上面的服务 例如像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呢是非洲地区的预印本平台 然后这个是阿拉伯世界的 那这个是法国的预印给法文学者使用的预印本平台 然后这边这一个是东南亚印尼的预印本平台 以及印度的预印本平台都在这几年 他们陆续上线 那其他的呢 就是一些比较特定领域的 例如像这个Sign Archive 就是心理科学领域的 那我认为对于台湾的各个领域的学界人士来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源的预印本平台 能够在短期内可以看到 最多学者对于自我点藏的观念的改变 以及提升对公开预印的接受度 在准备这次心得分享的时候呢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推特账号上面做了一个这样的投票调查 那个像有在追踪我的国外学者呢 询问他们现在使用预印本公开自己手稿的习惯 虽然因为我自己的推特账号的追踪人数不多 影响力还不够大 所以得到的一样的投票人数并没有非常多 但是可以从这个趋势来看到 我就是有追踪我的国外学者呢 有很高的比例都已经把在投稿前 就把自己的手稿在预印本平台上公开 已经作为一个习惯了 所以在今天这个心得分享的结尾 我就是以这样的期许呢 分享给今天的来看这个纪录片的朋友们 那希望就是如果认同这个开放科学理念 并且想实践的学者呢 请用那个比较主动的方式去认识 开放科学的观念以及最新的资讯 并且依你现在个人的能力跟现况 进去实践那个开放科学的操作 而机构单位特别是也就这次的主办单位 像成功大学跟图书馆 也希望各位机构的长官们 能够帮忙筹备 可以接纳所有领域论文 自我典藏的华文预印本平台 并且能够又透过这个平台 来改变中文世界的专业 学术专专业期刊以及学术出版的生态 那可以 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些心得分享 希望接下来各位能够与Jason 能够有很热烈的互互斗 谢谢大家